在这片璀璨的娱乐星空中,有一颗独特的明珠正散发着夺目的光芒,它的名字叫王一博。 这位乐华娱乐的台柱子不仅以实力和影响力震撼整个娱乐圈,更在它的每一个故事中,揭示着那些我们一直想知道却有显为人知的秘密。 娱乐江湖浩浩荡荡淡淡在这个风云变幻的舞台上,王一博却如丁海神针一样屹立不倒,引领朝头。 我们不禁要探究这位乐华台柱子究竟有何魔力,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娱乐圈中如此纷身水起,故事起源于乐华的崛起。 七位毫无名气的素人成为乐华妻子,韩庚的故事更是为乐华注入了一股不可思议的活力。 这位首位在韩国出道的中国艺人,为乐华的成功奠定了基石,而创始人杜华的聪明决策将公司经营模式转变, 开始打造偶像团体,从而为乐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源。 然而乐华的辉煌并非来得轻松。 洛阳牡丹的逆袭,王一博成为河南旅游业的代言人。 网友纷纷为官,感叹偶像的力量果然非同凡响, 但他的吸引力并非仅仅因为颜值,而更在于他那如行云流水般的舞姿。 这背后是一个关于坚持与努力的故事。 13岁离开家乡洛阳,踏上球穴之路成为外来练习生, 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刻苦训练。 这段日复一日的苦练,让这个少年身上散发出不属于他年纪的成熟, 而他的舞台魅力正是在这里磨砺而来。 2016年对于王一博来说,是一个事业的巨大转折点, 被芒果台的王牌节目相中。 他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蒲玉混迹于众多石头中, 等待被发现。 通过层层选拔,他最终脱颖而出,成为那个幸运儿。 导演们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,邀请他出演电视剧。 他的首秀《人间智慧是清宽》,虽眼睛略显至嫩, 但那份青涩和真诚却让人难以忘怀。 而在《陈情令》中,他的成功更是让人刮目相看。 然而,成功背后往往有着不为人知的坚持和努力。 在《陈情令》选角之初, 许多男星因各种原因拒绝了这部戏, 制片人陷入了困境。 而就在这时,王一博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。 他的内脸与张扬的碰撞让这部剧成为经典之作。 王一博对演戏的热爱早在出道之初就已显露。 他选择将事业的重心放在演员身份上, 并在不同作品中展现出层次分明的表演。 尽管有人质疑他在某些剧中的表情, 甚为他的表演风格过于内敛。 但这恰恰是他作为演员的独特之处。 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, 对自己的方向有清晰的认识。 这使他能够在面对种种诱惑和挑战时保持冷静, 稳步前行。 而在电影领域, 王一博也是不断尝试不断进步的典范。 从《长空之王》到去年主演的热烈, 他的表现不断获得认可。 金鸡奖的提名更是对他实力的肯定。 他的电影录尽管充满挑战, 但他用实力和努力一次次证明自己, 成为观众愿意为之买单的演员。 然而, 王一博并非只是一位优秀的演员。 在舞蹈领域, 他同样闪闪发光。 作为街舞中的队长, 他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魅而不俗, 充满生命力的表演, 以及对队员的细心教导, 让他成为备受尊敬的好队长。 王一博的转型之路不止于此, 他还是一位职业赛车手。 这个身份在娱乐圈中并不为人熟知。 然而, 他在赛道上的萨爽英姿同样令人为之倾倒。 他曾表示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尝试热爱的事物, 而一旦有了热爱, 他就会全力以赴。 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, 使得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。 回顾王一博的过往, 他的故事就像一部励志剧, 充满了挑战和坚持, 每一次的困难都没有让他退缩。 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。 坚持和清醒的认知, 使他在名利场中保持平常心, 稳步前行。 他如同乐华娱乐的璀璨明珠, 未来的发展前景令人充满期待。 他的故事是那个让人相信, 只要努力并坚持自己的热爱, 就一定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 王一博他不仅是乐华的骄傲, 更是娱乐圈中的一颗耀眼之星。 他的未来何止可期?